我們先利用這個時間來講一下Swim 3D 那麼我現在用的這個版本是跟各位不一樣 我是用免安裝版本 那各位打開之後呢 你會發現我這邊的模型比你們多很多 這是免安裝版本 那免安裝版本的話 如果您想要使用的話 您就在這邊 您看一下 這裡 有一個叫這個Portable 點開 裡面呢會有兩個 執行檔 您可以選擇86或64都可以 原則上如果您是Windows7以上 應該都是64位元 萬一如果真的不能執行 你就用86也可以 因為Windows SP也可以用 所以它還蠻不錯的 當然Mac啦 Linus也可以 Linus不行 Mac應該可以 它有Mac版 所以點這個這樣直接執行就好了 那我們的這個 今天剛剛大家不是都在用這個背景嗎 對不對 我把工作室模式關掉 這裡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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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你不是要用這個背景嗎 這個檔案我有準備好 您如果下載下來 剛剛您下載下來的那個飯粉裡面 或者您到網路上找 有那個 這個 虛擬攝影棚練習的 有沒有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專案檔 SH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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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可以 因為您現在用安裝的 可以點兩下打開 那如果您用免安裝 點兩下它就不理您了 這時候怎麼辦 您可以從這邊 開啟就檔 就等於說軟體要先開就對了 好 你用開啟就檔的方式 讓我找到剛剛的 這樣有沒有找到了 好 找到它之後呢 按開啟 它就會把我的那些模型把它抓進來 因為這個軟體好處就是 它模型在裡面的話 它是跟著檔案一起走 所以雖然你沒有我的模型 但是模型都在這檔案裡面 不會說因為你左手邊沒有 就不能用 好 就不能用 所以你看看 我還有很認真打燈光喔 然後這個是地板 還有上面有燈光有牆壁 那你看我們這邊 這裡 電視 你看 有沒有3D 你可以自己調角度 對不對 那如果說您想要自己使用怎麼辦 您可以像這樣子 開個新檔之後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地板跟牆壁 那上面這邊 這個是牆壁 它稱作牆體 地板它稱作繪製房間 因為石龍3D它本來是用來做什麼 室內設計的軟體 室內設計軟體 可是其實不只可以做這些 那我先用這個 您看看喔 這個我把它點一下 好的 那我就按一下 它像多邊形的概念 點一下放開 有沒有看到下面3D的牆壁就出來了 看你們家要多長喔 假設10公尺 好到這邊 我先做一個比較標準的矩形的 到這邊 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到最後是不是要結束了 點兩下 多多 好 有沒有看到已經有了 那你在下面3D的部分 我們都是只有看而已 所以你拖曳滑鼠 所以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了 那現在這邊呢 裡面還沒有地板 我們就來這裡 按一下這個地板 揮製房間 兜兜兩下就好了 千萬不要客氣 有沒有地板就產生好了 因為我外面的牆壁是封閉的 地板就可以像這樣很快產生出來 好 產生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要當舞台用嘛 所以我把前面這個牆壁 我就先打掉囉 這樣 有沒有就一個舞台了 簡單的喔 簡單的喔 簡單你可以像這樣 可以前進後退 那麼你在這邊 如果 我把地板 點兩下 可以設定地板的紋理 看你們家要用什麼樣的 地板地板 喔 石木的 哇 像這個 你要石木的還是要 這種灰地板 好 進來 下面就有個地板了 然後牆壁也是一樣喔 多多兩下 我就可以把環繞房間的牆壁 我就直接 用一個紋理 我記得我們現在用那個 好像是竹子的吧 還是藤的 竹材的 哇 這邊 這個牆壁的竹藤 反正你選好了 墻 後 好吧 用這個 確定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很快 啊家具咧 家具 例如來家找啊 換一邊門窗 像這個門窗 這裡應該不會開門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找辦公室就好了 啊 拿一個 桌子 丟進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可以叫兒童班了吧 小朋友不用會畫3D啊 小朋友不用會畫3D啊 不然你 現在很多是要交3D列印 不好意思喔 3D列印等到天荒地老 哈哈 要花很多時間 你看我把攝影機前進 有沒有有點感覺了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調角度 那 那 加台電腦 這裡 可以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然後呢 要加個人啊 那些 都OK 好 人就進來 對不對 啊這個 有特異功能吧 真的啊 真的有特異功能 對不對 你再把它放個椅子 就OK啦 所以 我的場景是像這樣把它完成的 就招號我要的角度 那這邊也有寵物 應該不會帶母雞上課吧 所以 帶一隻兔子 你就把它放進來 好 它現在在前面 你可以往後退 它要上來 有沒有會自動跳到桌子上 你不用呼叫它 哈哈哈 所以其實它可以做成 像你現在看到是比較怎麼樣 是比較 看起來好像比較假一點對不對 12D如果老師有曾經 有聽過另外一套名字 那個軟體叫Sketch Art Sketch Art 以前是Google的嘛 現在又被賣掉了 但是它跟它有點像 可是呢 Sketch Art 要做這種 比較高畫質的輸出 像我們這一種的輸出 你有沒有覺得有光影變化 它就沒辦法 它要靠其他的外掛 但是這套軟體不用 這套軟體不用 你只要把它調到最高 那你就可以去選擇 你要什麼時間做輸出 好 比如下午幾點 然後呢 幾月幾號 那我這邊輸出一下 它就會開始幫你把光影的變化計算進來 變成一個圖檔 甚至它可以做導覽的動畫 就攝影機 像我們一般應該看那個建築的案子 它不是會有一個攝影機 進去繞邊看說 我們這個建築長什麼樣子 你看 在這裡看到 比較高畫質的 當然在這邊運算的時候 速度的快慢 就跟你的顯示卡有比較大關係 一般基本操作 一般的電腦都OK 但是這個的話 像老師有那個Mac的 你就會發現 用Mac在這一塊快很多 因為它的圖形顯示卡 確實比較厲害一點 就是說它在整個計算的能力上 確實比較好 那如果你用Notebook一般的 你看 有沒有光影變換就出來了 所以一般3D軟體就像這樣用 它就可以變成一般的圖檔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 給我們的OB Studio 是不是可以拿來當背景用的 會像這樣 那其實像這個電視機 內容也可以自己換 對啊 你看 我如果 雖然它現在在輸出 我還是可以繼續操作 比如說 你看這台電視機 嘟嘟 點兩下 有一個材質 我可以自己來換電視機的內容 你看 你看 這個是外面的框 有沒有 框也可以換 這個是裡面的內容 我點到它 我就告訴它 我裡面 但是我要先看一下 電視機多大 66 好 所以文理 自己 自己的圖片 自己的圖片 自己舊 好 所以我們 好 比如說 細像的 OK 要不要降低沒關係 進來了對不對 好 繼續 66 重點是那個尺寸 要跟它一樣 確定 有沒有換了 所以 所有家具 這個上面都可以換 比如說你的棉被枕頭 像小朋友 就特別喜歡 Hello Kitty的 有沒有 小小冰的 牆壁也可以換自己 哈哈 好 確定 這樣 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你這樣就知道 我怎麼用了吧 嘿 你看 左手邊 正式出來 有沒有好一點 事實上燈光 還可以再調 還可以再調 所以 這套軟體其實 跟一般的3D 最大不同 就是它可以讓 不管你是 從小學的 一直到 像我在大專 我也在教這個 為什麼 因為不是本科系的 對它講 3D就是陌生的 沒接觸過 這個有沒有有點信心 可以嗎 好 好啦 那你就把它專家儲存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 比較不好意思 時間真的已經到了 不知道老師 對於我們今天 這樣整個延期下來 還OK嗎 還是比較不一樣的體驗 第一次上課使用 賽衣架 沒有老師有幹過這種事情 只有我會做這種事情 OK 那如果呢 以後老師 有實用上的問題 歡迎你到我的部落格 或者你用Google關鍵字 找一下 您的講義上面 我記得好像也有我的email 都可以找到 好不好 因為我們上課提供 售後服務 哈哈哈 好 謝謝大家 謝謝